一架無人駕駛的美國軍用太空飛機 在完成它第六次任務和進行科學實驗之後 在軌道上飛行了創紀錄的908天 在星期六凌晨著陸 這架看起來好像微型航天飛機的太陽能飛行器 降落在美國太空總署肯尼迪航天中心 它之前的任務持續了780天 這架太空飛機的開發者 波音公司的高級副總裁奇爾頓說 自從X-37B在2010年首次發射以來 它打破了紀錄 為我們的國家提供了無與倫比的快速測試 和集成新空間技術的能力 這架太空飛機首次為海軍研究實驗室 美國空軍學院和其他機構提供了一個服務的模塊 用於進行實驗 這個模塊在離軌前與飛行器分離以確保安全着陸 在這些實驗當中 有一夥被稱為聶英衛星8的衛星 它是由空軍學院的學員與空軍研究實驗室 合作設計和建造 它在2021年10月入軌 目前仍然在軌道上 另外一個實驗評估了長時間太空曝露 對種子的影響 X-37B目前已經飛行超過13億英里 在太空中是總共飛行了3,774天